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修行 要不是认真供佛 怎么能提升自己的境界的 勤恳的供养佛 这是什么 敬孝道啊 注意一下 能勤恳供佛 你会不会供养父母 当然 佛是私道啊 对老师都能尽孝啊 对父母哪有不尽孝的道理 如果说对父母不尽孝 对佛尽孝 佛不接受我 你是假的 你不是真的 佛在敬业三福里面讲得很好啊 第一个是 孝养父母 第二呢 才是 孝养父母 人行道 有倾诉啊 有一点点 顺序啊 顺序颠倒 破坏了 伦长的 大道 那就有问题了 那不真实了 所以这个道理啊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要搞懂 你真正想供佛 孝顺父母 开始 真供养佛了 佛看到欢喜 你供养佛 是真心 是诚意啊 如果不孝顺 不孝顺父母 勤勤恳恳供养佛 那是什么心呢 求佛保佑 父母不能保佑你 所以父母不要了 佛会保佑你 保佑你的升官 保佑你的发财 好好供养 贿赂贿赂法 不就是这个真心吗 不是真心呢 所以佛不会接受的 你是个孝子 你敬佛了 佛欢喜 你是真心 你用你孝顺父母的心 来孝顺佛菩萨 他欢喜 这个道理 是天经地义 这是真理 那么供佛 你看通才即发 这当中就说 供佛 跟布施 内容是一样的 用供 罪集 清净性 真诚清净性 财供养 罚供养 无为供养 他这里没有无为 无为要病在法里头 这三种供养 对一般大众呢 就没有像 对佛 对父母那种孝顺心 就叫布施 菩萨 财布施 法布施 无为布施 所以 菩萨要通过很长时间 他才能成佛 为什么 他修三种布施 那个真诚心不够 到什么时候 才能成佛呢 他要能把一切众生 都看作是佛 都看作是自己的父母 他成佛了 这个道理 大臣经里都讲了很多 我们有没有听懂啊 一切男子生我父母 一切女人生我母 我们听得耳熟 没做到 没有做到 你认真学佛 也在真干 是菩萨 你做到了 你认真在干 你就成佛了 佛跟菩萨差别 就这么一种思绪 世上讲 没有差别 心上讲 有差别 有分别心 有执着心 那是人天 出不了六道地 没有知主 还有分别 这大臣就是菩萨了 到分别也断了 不起心 不动力 真诚 恭敬 平等 供养 这就是佛 这就是佛 我 我 那就是佛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